同融創家孫宏斌以及六成家宋慧萍进行谈判 李婉芬报道 宋慧萍和孫宏斌由清兴道弟到争夺股权 一直保持丁密的九仓终于介入 同融创持股量相当的九仓 我们传媒报道 集团副主席周安桥已经抵达了杭州 同孫宏斌以及宋慧萍连夜启动新一轮的谈判 究竟六成最后由哪个掌舵持股超过两成四的九仓 取态最为关键 内地经济观察报报道 宋孙两方原本提出将交易还原 但宋慧萍要将融创六成投资控股的五成股权 转让给孙黄斌被九仓反对 不过也有内地的传媒引述消息说 九仓向宋慧萍表明不想介入融创和六成之间的事 更加表示无意接管六成 只希望做战略投资者 各方都没有证实有关的消息 但股权争夺战就蔓延到内部的人事斗争 在宋慧萍发表我的检讨与反省的文章 否判自己将六成卖给不应该卖的人十几个小时之后 网上流传由六成房产董事长受拍年签订的任免文件 由11月19日起罢免被指孙黄斌外账的总经理田强 改由宋慧萍的救报 原六成房产的执行总经理应国永取代 每日经济新闻就向两份文件的赞稿者 宋慧萍的秘书求证过 确认文件是真的 田强随即联同由容创派驻六成的管理团队发公开声明 说公司任何一方的股东 单方面提出的人事任要求都是不合法的 不会接受 这场人事斗争已经明显拖累公司的正常运作 六成甚至是年一个星期之前 以超过65亿元投得的两幅天津地皮 到现在都未有出通告披露 有先电视记者李衍昕报导 六成中国中不是报七个二毫四跌8分之四 用创中国六个二毫八跌8分之二 六成股价再跌8分之四 又传第二大股东九仓价入六成股权争夺战 六成后市表现会如何呢 我想比较值得关注 就是人事等股东之间的争夺 我相信现在的不明朗因素持续下 肯定对股价上会短期构成一定的压力 再加上整个内房